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教会做的每一样事工是借着我们全体人有一期的祷告所带来的 那我们都是在主面前因信而跟从他 因信被称义的事 今天我们回来罗马书要讲这个因信称义 神算我们唯一的事情 我们既然是被神所称义的人 所以今天我们能够站在神的面前 我们用心灵诚实朝拜他 也得蒙他的祝福 有他的应允 各位 称义跟信 这个两个东西有教会界里面常常没有把这个讲清楚 我们整个基督信仰在这个因信称义的根基上很容易失去掉 因为很容易把人的意思放在里面 各位 信不是人的功德来 信好像是你出发 你选择 但是其实不是功德来的 信不是你的聪明 其实信是什么 弟兄姐妹 信是你的明白 各位注意这句话 你的明白 你明白了什么 你明白了你是全然的罪人 没有良善在你的生命了 但是你信了呢 称你为义 算你为义的神 各位听得懂这句话吗 所以呢 信不是一种我积极 我积极的那个表现来的 信是反而 因为你明白之后呢 我没有良善 我完全不能 不能自救 所以你否认自我 你否认自己有任何自救的能力 你否认自己的整个的生命 对不对 你否认了 所以呢 只有单单夸耀主的那个主权 上帝 主权性的恩典 所以你的整个的信仰是投奔基督耶稣的 投奔基督 信祂而活 信祂的慈爱而活 我这个软弱无力 信祂的救赎而活 各位理解吗 有一个是主动的 积极的 我能信 这个叫宗教的信 我能信 我必须信 我要信 这个是宗教仁义出发的 但是另外一个福音信讲的信是什么 福音信讲的信是 主啊我发现了 我明白了 我什么都不能 我是一无所有的 我是可怜的 我是完全堕落的那个光景里面 没有办法还清自己的罪债 但是你为我还清 因为你为我还清了 所以这个信把自己的生命里面 连接在神的义了 所以因信神的义 他自己成就的那个义 跟我连接上关系了 所以各位理解吗 基督徒的信是什么 基督徒的信是放弃自己的 因为你明白了有一个事实之后呢 你没有办法再为自己活 你明白了有一个你是完全罪人 但是神来拯救你的 所以从那时候起呢 你没有办法相信你自己的意思 你自己的能力或智慧 你就相信是他现在来找我 天天拯救我 在我里面感动我而活 所以各位知道吗 我们整个的基督信仰是 我们曾经这样因信 我们跟神的义连接上了 今天呢 也是继续信的 所以现在各位 你听到神的道的时候呢 各位很多人说 我要顺服神 我听到神的道 我要顺服神 其实不是这样顺服的 你现在听到神的道的时候呢 这个道再次光照你 光照你的时候呢 你发现你再次看到你的罪 你的无能 你的自我 你的仁义 很多自己的想法 所以你再次丢弃你自己 然后你在听的时候 不是你要顺服 那是神的道光照我 感动我的时候 我不能不顺服 我不能不顺服 我被他激动 他在我里面运行 他的道在我里面感动我 使我又明白了 我没有办法为自己活 所以我只能为他活 我只能尊教他的职业活 各位了解吗 一个是仁义的信 仁义 宗教性的信 我能信 我要信 所以我信 用我的信来换取上帝的义 这个不是因信成你 这个是错误的教导来的 真正的是什么 真正是 原来我信都不能了 所以我的信是什么 我的信是什么 我明白 他为我所做的 所以我丢弃我自己 投奔他 然后每一次再次听到他的道的时候 再次服服在他的面前 像亚伯拉罕一样 就是服服在主的面前 就是只有一样呼求他的名 呼求向他显现的 所以这样跟从主的 所以一个人的信仰 如果我们基督信仰的信字 识字 或者我这样说 有一些人的基督信仰的识字 是凭肉体开始的 凭肉体开始的 Flesh 我讲肉体的是Flesh 都是有人的功德 人的聪明 人的选择 凭肉体开始的 你必定会靠功德 然后从那时候起 很多有功德性 功德就是你的merit 你功德性的很多想法 很多的想法 很多的举动就会出来 所以我们信了耶稣 你要谦卑 要行善 要做好见证 你一直讲 要这个 要做那个 然后看人的时候 都是看行为 因为你是凭肉体开始的 你自己靠着你的意志力 你信了 所以很多人是这样 我选择信上帝了 所以现在我要做好人 我要谦卑 我做基督徒 要做好事 我要好好读经 所以全部都是靠功德出来的 一个举动出来的 但是我跟各位说 如果你的基督信仰的 那个性质是靠 信心的 你的信心告诉你 你是全然不能的 所以现在你是凭信心的 那个基督信仰是 教你整个的信仰发展的时候 是靠恩典的 靠恩典 所以很多恩典的方法 恩典的见证 就会从那个地方显示 展现出来了 什么叫恩典 恩典就是原来你不配得到的 原来从来没有领到你的 有一天领到你 你的心未曾想到的 领到你 所以各位 好像我昨天没有想到的 今天想到了 我昨天失望的时候 完全没有能力 但是今天神又拯救我 那个能力又来了 帮助我 我昨天没有看到的 但是今天上帝的引导又来了 靠恩典的 靠恩典 各位了解吗 我现在要讲这个两个地方不一样的 一个是凭肉体 你凭肉体然后靠功德 然后继续发展出来的 都是人本的东西 人本 所以很多的律法主义 人本主义 神要做 人也要做的 这种教导就会出来 所以教会的信息 就越来越软弱 教会的信息 讲的都是人的道 人的话 人的虔诚 但是另外一种呢 不是靠功德的 它是凭信心 信的承诺为义的 信的与我同在的 那个先爱我的 所以现在它是靠恩典 所以每一天的生活 养育儿女也是靠恩典 主啊 我不懂养育他 但是主啊 到了今天 你再次感动我 教我怎么养育他 我不懂得怎么爱人 但是到了今天 我没有想到的 主给我一个爱的心 爱我的肢体 爱我的配偶 恩典 各位了解吗 所以这样的人 是越来越赞叹 那个在他心中运行的神 时常寻找他的领导 来跟从他 这个叫神为的信仰 神为跟人为 各位知道吗 有时候你说 This is doctrine 这个是一个学术教育来的 我不用懂 这样多了 我知道我信了 我就做好见证 好好做人就是了 我跟各位说 你这样走的话 你到一个地步 你的力量消耗了 然后你慢慢就骄傲起来 然后你做不到的时候 你就枯干了 其实不是 我跟各位说 真正的凭信心靠恩典的信仰 是神称我唯一 今天我活不是我活 乃是因信他而活 因信他而活 所以一个是积极 一个是积极 一个是明白 明白 对不对 一个是努力 我们要努力 心善 做好爱人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丢弃我自己 主啊 我是不能爱人的 但是呢 我寻求你的圣灵的帮助 所以新的力量 新的帮助 新的感动 天天来 所以这个是exciting的 这个是称得无限的 这个是神亲自带领的 他是看到神在前面带领 他跟神同行的 跟神同行 神你做了 你一切都做了 但是主啊 我不知道 你教导我 所以他丢弃自己 再一次丢弃 每一次听道当中 自己死 主再次向他显明 自己的意念放下 主的感动再次来 各位 这个叫恩典 因信而靠恩典的 跟你自己努力信 你自己选择信 所以现在努力信 所以你越来越苦干 越来越人本 你做到之后很骄傲 所以你教孩子的时候 你要做 你要听话 对 其实不是叫他 我们要听感动 我们要听 很多牧师是 一直教导信徒的时候 你要做什么 你要顺服 这样教导的时候 跟我们一起看 主怎么感动我们吧 我们现在听道当中 我们听到主怎么感动我们 主给我们的意念是什么 我们一起听吧 我们一起听 这个是神为的 一起听 主亲自教导我们 感动我们 跟自己要努力做的 是不一样的 这个两者呢 各位分清楚 之后呢 你就会明白 原来亚伯拉罕的一生啊 上帝呼召他 跟他的条件无关 跟他的功德 亚伯拉罕你出来 离开本族富家 跟从我 到我所指示你的地区 那个地方 他出来了 第一次信心的表现 上帝 上帝说什么 并没有 亚伯拉罕 给我什么 我给他 然后我偿还给他 亚伯拉罕 我必赐福你 我必叫你的名为大 对不对 那他出来之后呢 那他的一生的道路是 第一 丢弃 丢弃钱财 第二 丢弃罗德 自己没有孩子呢 哎呀 那我的家谱 成为我的继承人 丢弃这个意念 丢弃 你既然信我 是 信 我在你身上所要成就 信我的应许 就丢弃 生出以斯玛利了 丢弃 以撒最后 丢弃 最后呢 你看到 原来一切都是 耶和华的预备 在摩利亚山上 耶和华以乐 对不对 一切都是神的预备 各位看了吗 一切都是神的预备 所以我们 我们靠 平信心 靠恩典的人 我们对明天的道路 不惧怕的 虽然明天的道路 我们没有走过 但是主啊 我知道明天 你会给我信心 主 虽然明天 我不知道 我的孩子会怎样 主 但是 在你的应许里面 你会照顾他 你会保守 一人的后裔 对不对 这样走 所以呢 到了 明天到之前 我不知道的 但是我信呢 在我明天 在我前面带领我 那位主 那么你说 弟兄姐妹 那因信称义的人 像亚伯拉罕 这样因信称义的人 他会软弱吗 他会失败吗 又会有过犯吗 会有 所以亚伯拉罕的一生 各位会看到 他很多的过犯 其实每次都是 他有软弱的时候 上帝再次向他写明 各位有没有发现 但是各位要知道 一个已经称义的人 称义是什么 称义是一个地位 一个地位 一个position 在法律上 灵界的法律上 上帝宣告你 你是清白的 你是义人 你是无罪的 所以上帝宣告这个东西之后呢 所以上帝从那时候起 用这个眼光来看你 上帝用这个 你是义的 那个眼光来看你 用你的地位 那个蒙埃 蒙福的那个地位 那个身份来看你 所以这样的人呢 他软弱之后呢 他又跌倒了 又过犯了 又生出这个以斯玛利了 好像亚伯拉罕这样 不是在那个地方 要纠结什么东西 他乃是以这个地位的根基 在这个地位的根基 对不对 已经被称为义的那个生命 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 寻找他 转向他 信他的救赎而活 信他的慈爱 仍然爱我而活 信他的引导 他仍然领导而活 所以呢 寻求他 主啊怎么办 所以再次呼求神 再次呼求 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什么 我们的信仰是信 跟寻求信仰 两个东西来的 信 因信 已经生命 已经跟神联结在一起 联合在一起了 这个不能改变的一个事实 神跟我这个永恒的关系 建立起来 之后呢 我是要寻求他的 寻求他 所以一个基督徒 不是用你的道德 或者好行为来弥补 你自己的那个愧疚感 很多时候我们要弥补自己的过错 然后呢 我们一直要累积一些功德 我做错了 我讲错话了 那我应该要好好再做好 这样来让自己感到舒服 也不是这个东西 你先把因信成立的奥秘搞清楚 今天呢 我活是因信他而活 寻求他而活 我虽然很多过错 但是呢 我寻求他的旨意 按着他告诉我的活的时候 我心里有无愧的两性 这就是我们因信成立之人的自由 完整的自由 然后也是我们一个绝对属灵的方法 一个方法 神祝福你们 这个经文不太容易 因为罗马说到这个地段 有时候又跟犹太人要讲的话 这些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又要应用在我们 又很多这个学术性 一些doctrine的东西 教义性的东西 但是各位知道 所有在基督教里面的人 都会知道因信成立 是我们整个基督信仰 最重要的一个神学来的 这个东西你搞不清楚 或者搞乱了 你不用讲下一代 你慢慢你的信仰走向的时候 都是靠功德 所以你靠功德的人 没有喜乐的 祝你喜乐是我力量 你怎样喜乐 每天都做不好 怎样喜乐 每天都在家里 骂自己的配偶 骂孩子怎么喜乐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不能喜乐的 人如果没有那个称他为义 那个救赎他 然后知道自己的那个身份 也常以这个心灵来 仰望主的 然后越软弱当中 看到神的恩典更显大了 你没有这样的思想体系的话 你不能喜乐的 你怎样催眠你自己啊 对不对 你工作上 然后忙起来 然后跟同事吵架 就不喜乐啊 不能喜乐的 这个是你催眠自己的 你一定要先有那个爱你的 成你为义的 甚至在你做错当中 那个错里面 看见他的恩典 再次寻求他 然后他向你写明更大的恩惠 指引 你再走下去 然后你发现 全部的过错里面 里面呢 你看到更大的爱 他更美好的计划 所以这样的人才能喜乐 明白吗 这个因性成立 其实要讲这个地方 我们一起看罗马书好吗 罗马书 各位罗马书第四章 我就讲到第十课的时候 讲完第三章 现在第四章开始 迎信成立的一个例子 很重要的例子 亚伯拉罕 如此说来 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 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 各位这句话在原文 不是这么清晰 凭着肉体得了什么 这里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呢 就是凭着肉体的意思 就是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呢 他靠肉身的条件 靠他的天知的才能 有什么益处呢 这个靠肉体 那个平肉体的意思 第一个意思是讲这个 另外一个意思是 我们亚伯拉罕 他我们肉身上的祖宗亚伯拉罕 肉身上的祖宗亚伯拉罕 所以一个是讲靠天知 靠才能肉身 对不对 另外一个是讲到 他的血统的意思 肉身 我们的肉身的祖宗亚伯拉罕 他就是得了什么 这个意思 所以我是比较偏向第二个 所以现在要讲的就是 英文比较清楚 英文 What then should we say that Abraham our forefather By flesh our forefather Discovered in this matter 应该是 应该要这样的意思 所以要讲的 他的肉身 平肉身得了什么呢 倘若亚伯拉罕是 因行为称义 就有可夸的 所以各位马上知道 基督信仰不是一个行为为中心 行为为根基的 行为是你信之后的表正 但是不是这个为根基 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 并无可夸 没有功德 没有人的聪明 经上说什么呢 各位每次圣经这样说经上 这个经上就一个字经 经上说什么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 不但是一个书卷 一个故事 经上就是the whole meaning 神整本圣经合一的末世 那个合一的末世 整体的意思 就是经上说什么呢 说什么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不但是亚伯拉罕 所有的伟人都是这样 经上说什么 亚伯拉罕信上帝 这就算为他的义了 这个是创世纪十五章六节的 那个地方 亚伯拉罕信上帝 这就算为他的义了 那下面马上要解释这个东西 那做工的得公家 不算恩典 这里有讲到有商业词汇 讲到做工得公家 所以你自己赚取的 才能记在帐上 你自己做工赚取的公家 记在帐上 这个不是恩典 对不对 你做多少得多少 不是靠恩典 对不对 乃是该得的 唯有不做工的 我现在不做工的 为什么不做工 不努力的 就是我们基督徒 你们基督徒每次不做工 不努力的 然后就信 对不对 这个意思 但是其实不是不努力 再做也没有用 再做也还不清的意思 保罗要讲的意思是这个 所以唯有不做工的 只信 称罪人为义的神 他的信就算为义了 他的信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你看 不做工的 只信罪人 称罪人为义的神 神是主题 称罪人为义的神 各位这里呢 有一点混乱 因为刚刚讲到商业词汇 商业词汇 做工得工价 然后不做工的 当然没有得 对不对 但是下面又讲到 从商业跑去法律 法律判你无罪了 相信那个称罪人为义的 现在又讲到法律词 所以有一点混乱 保罗就写的时候呢 不是讲的 但是他要讲的一样东西 不是一个赚取的东西来的 信心其实不是功德的东西来的 就完全是靠恩典的 那所以只有信 称义人 罪人为义的神 称罪人 所以基督为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 成为什么 神的 成为神的义 这是哥林多后书五章 那个地方写的 所以这位看 第六节 所以第六节 正如现在讲了亚伯拉罕 又快快又讲大卫 大卫称了在行为以外 蒙神 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 在行为以外 算为义的 所以这个算为义 这个很重要 这个字 算为义这个地方呢 从三节到八节出现五次 什么叫算为义 credit righteousness credit righteousness 这个credit给你 这个地方 他说 大卫什么说 得赦免其过 遮盖其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得赦免其过 遮盖其罪的 这里有没有说 那个人做了什么 做了好事 他有束缚神 所以他的罪就遮盖 没有 没有讲这个东西 这个经文讲 只有谁是有福的 就是他的罪恶被遮盖的 过犯被赦免 对不对 了解吗 这个地方 主不算为有罪的 主不算他有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所以这个很基本的一个原理 原则在这个地方 但是各位一定明白 我们读到这边先 各位会知道 现在整个经文里面 亚伯拉罕信上帝 神就以此算他为一了 这句话里面是 我们基督教最重要的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句话 各位 那从这个地方 我们会要认识的东西就是 神算亚伯拉罕为一 他有没有因为 他有行为的表现 因为他有功德的表现 因为他有隔离的表现 有没有 其实没有 没有这些 他算他为一的时候 是完全因着他信神了 所以这个部分很重要 保罗用公认的 亚伯拉罕是公认以色列的国父 用他的例子来讲 然后之后用 以色列的圣君大卫 他又引用的这个经文来讲 其实神 这个地方要讲的是什么 放下来 两个地方 这个地方要讲的东西 是两样东西 第一呢 这个因性称义的教义是 没有人的功德在里面 没有人的功德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看亚伯拉罕的故事 所以很多以色列人会 一直搞混乱的东西 或者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亚伯拉罕很顺服神啊 所以神称他为义 他跟神的整个的交往里面 都是很完全的 所以很多人看到 亚伯拉罕的很多的 很优越的地方 很有功德 很顺服的 有些表现的时候呢 所以就认为 所以这样的人 他被称义了 所以这个想法 这个教导是不对的 现在保罗要讲的东西是 亚伯拉罕是这些吗 你请问亚伯拉罕是 称义之后 称义之后才顺服 才顺服 还是他顺服了 所以带来他的称义 哪一个先 他是称义了 因性被称为义的 那个生命已经有了 所以这样的人才能顺服的 所以这样的人才能 常跟神交往的 甚至这样的人 他软弱当中 也是复复在神的面前 来到神的面前的 这个程序一定要搞清楚的 因为这个就是 亚伯拉罕所走过的路 就是我们走过的路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软弱的时候 我们被控告了 我们很多想法 我们很多自己 好像不够的 不意义的那种心态 来面对神 这个是不对的 其实保罗要讲的是 其实称义里面 没有人的功德 甚至各位知道吗 我们每次看人的时候 我们每次都是有这种 错误的眼光 我们每次看人很喜欢找 一个人蒙福的时候 他蒙福 蒙神赐福 我们很喜欢找出有一些理由 对不对 因为他 上帝总是祝福牧师 因为牧师顺服 很多时候每次这样想 对不对 上帝们一定祝福这个弟兄的 因为这个弟兄摆上 摆上 然后他很听从每次侍奉 我们这个想法是已经牢固在我们里面的东西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个想法是挑战因性称义的 被神称为义的 所以有时候看到 人家得到什么好处 我得不到 然后就自己觉得 因为我是不顺服神 我没有什么功德 我没有什么好的行为 那个人很好的基督徒 很好的行为 所以他得到那些是理所当然 各位这个意念 这个是独来的 放在你里面 然后你无论看什么 总是要看到 看人的时候这个优越的人 这个卑贱的人 总是用这种眼光来看人 所以看孩子也是这样 看人 看肢体也是一样 所以你的阴性全体学到哪里去 对不对 原来阴性 一个这么简单 也软弱 甚至个性 还有很多的不够丑陋的地方的人 他是信了 神称他为义了 那这样的人 他一生在神面前 因信神而活 神承圣他 塑造他 对不对 带领他 竭尽他的 那个过程是荣耀的过程 但是神要你知道 其实我称你为义 是跟你的什么个性好 行为好 见证好 无关的东西来的 你要先知道 亚伯拉罕是怎样猛人 怎样被称为义 因信称义的 所以跟人的功德没有关系 各位这个地方 我先给各位很重要的眼光 但是你要除掉这样的 劣根 你要自己祷告 你要自己祷告 有一些人 你看他 脾气很坏 很软弱 我就看过这样的人 各方面也不太好 但是总是 在主面前 挣扎了一下就喜乐了 因为知道主已经称他为义了 然后呢 不是总是内疚 总是惧怕 总是要隐藏自己的软弱 刚刚软弱了 现在就好 因为知道主啊 你称我为义 你赐福 我是因为我的信 并不是我其他的理由 对不对 并不是其他我的 有些优良的表现 这样的人啊 你看他总是 越来越遇到好事 生命越来越自由 他生命里面 出越蒙福 入越蒙福 因为他明白了 整个信仰的中心 各位你的启蒙 你对整个基督信仰的启蒙 那个对启蒙的认识啊 会带来你整个信仰道路的发展来的 信仰道路 你是越来越像法利赛人这样子去 还是你越来越像保罗 虽然生来是法利赛人 但是越来越喜乐 凡事感恩 不足的祷告 立志行山 有得我 行出来有不得我 但是感谢主耶稣 他的整个的思想 心态 整个的情感 意志里面 是望着这个阴性称义的道路走去的 各位理解吗 所以这样的人 所以有时候我看到 这个学问很多的 圣经知识很多的人 未必是常喜乐 凡事谢恩的人 还是凡事受控告 常常忧愁 有这样的光景 是因为他把这个阴性称义的地方 没有人的功德 然后第二是什么 第二这个地方要讲的就是 其实从旧约到新约里面 上帝的救赎的方法只有一个 是一致的 就是接着人的心 就是接着人 就是这么简单了 一致的 所以有一些的教导说 旧约我们靠行为得救 新约我们靠信心得救 这个是完全废话 是错的 或者我们宣教呢 宣教要向外邦人 但犹太人有上帝 个别拯救他们的方法 这也是废话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 总是看旧约旧约的神很严厉 整天惩罚人 有新约的神很慈爱 然后你对神的这个属性 有点混乱模糊的理解 甚至这个后面带来 对他救赎的那个意思 也是就是模糊了 这些都是因为 对这个阴性称义的根基不够理解 我再讲一遍 第一 没有人的功德 连那个信也是神所赐的 阴性称义 是要告诉我们 没有人的功德 第二是什么 第二就是 其实旧约到新约 上帝拯救 有史以来 为人类预备的拯救法 是只有一个 借着信 你承议 那信的人 自然的知道 主啊 我已经属于你了 否认自己跟从你了 所以呢 自然的心里面 被圣灵感动 主我要表 我要在众人面前 表扬我的信仰 表现我的信仰 宣告我的信仰 那时候所以你施洗 所以受洗 信而受洗 这是一起的东西 我信了 但是我不相信形式 所以不要受洗 我信了 你说我信了 不用来教会 这个也是你自己的感觉的 所以呢 第二点 我一定要讲到 现在第二点 要讲的东西就是 那我们讲亚伯拉罕信 他信的表现是什么 信是一定有证据的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未见之事的窃据 或者那时候我反映成证据 原文比较靠近证据 然后古人在这信上都有证据的 所以信信我信了 你感觉你信吗 你怎么知道你信的观念 有没有错误 你怎么知道 你信的那个感觉 是其实你自己的感觉 但是在神的眼中 你还没有信 所以呢 上帝一定有一个 evidence 那个证据出来 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呢 各位一定跟希伯来书一起读 跟希伯来书 所以经上怎么说呢 亚伯拉罕信神 那他是怎么信的呢 信是必定有 所以雅各苏是强调行为 对不对 雅各苏 所以雅各苏 人家读雅各苏的时候 好像跟罗马书 好像有点相冲 其实不是 雅各苏是要讲 使人称义的信心是怎样的 是必定有行为的 但是各位注意听牧师讲这句话 当我讲行为的时候 很多人是行为 不要把行为当作 一次两次的那种表现 好行为 行为是一种跟宠 当我们说行为 你心的人必有行为 你的信心里面必有行为 什么行为呢 是一种跟宠的表现 不是你一次两次做的 不是你 我早上起来我有读圣经 这是你用这个东西来看你的心 或者说我没有讲骗话 我有做好行为 你用行为不是几次这样看的 行为是一个人 他整体的生命 他有一个跟宠的表现 他跟宠 他昨天怎么跟宠 今天怎么跟宠 明天软弱的时候怎么跟宠 对不对 甚至犯罪之后怎么起来跟宠 这个是一个跟宠的表现 所以我们讲行为 各位理解吗 是跟宠的一个表现 所以亚伯拉罕用四样事情 各位会知道 他的信心是真实的 他有一个跟宠的表现 在他的身上 第一是什么 各位第一 就是亚伯拉罕第十二 创世纪十二章的时候 各位这个地方 各位多读圣经 各位就会理解 各位把亚伯拉罕的故事 从创世纪十二章读到 二十四章读完他 二十四章 这个地方你读的时候 有这个四个事件 是比较主要的事件出现 然后也跟这个希伯来书 十一章 讲说亚伯拉罕的是吻合的 所以这个四个事件 来表现出他是真信的人 他的信是有证据的 第一就是 创世纪十二章的时候 那个时候神呼召他 从他本族附加 那个吾尔之地 呼召他出来的时候 亚伯拉罕那时候 希伯拉罕什么 因着信 神呼召他的时候就出来了 对不对 按照神的呼召就出来了 那亚伯拉罕 离开本族附加 他跟从神到神所指示的地区的 这件事情呢 不但是一个行为 各位你离开你的根 你的根就是这个世界了 所以附加就是你的根来的 你的原有这个世界 你生来原有的那个 那个罪性里面 给你的那个肉体的那个意义 你离开这个根 往上帝指示你的地区 天国 所以这个叫什么 这个不但是一个行为 这个是一个 跟从方向性改变的 那个表现来的 各位理解吗 所以我们讲信的时候 不是你早上起来有读经 或者人家问你 是不是基督徒 我说我是基督徒 你是有一个方向性的改变 你今天活着的目的 对不对 生活的意义 然后你知道你是往哪里去 那个表现 对不对 那个心灵里面的那个方向的改变 然后你现在做什么事 你都是在你的心灵里面有意识到 我是要交账的 我是要回到神那边去的 所以有这个表现 这个是信 很多信徒在教会里面 或者教徒在这个地方很模糊 耶稣为我祷告了 耶稣给我医治我的病了 耶稣给我让我找到一份工作 他们虽然讲这些见证 但是那个方向性的改变 没有的时候 叫我很怀疑很质疑 到底信了吗 可能信了 或者信的模糊还是什么 我不知道 所以你一定以亚伯拉罕 他身上所带出来 显示出来的有些信心表现 来认识一个人 什么叫真心 用一个事件也不够讲 所以第二个事件呢 就是第十五章的时候 神把应许他的那个内容 讲出来 神应许他的内容 亚伯拉罕 对不对 你的后裔 虽然你现在一个孩子都没有 无子 但是你的后裔 如同海上的沙 这样的无数 天上的心这么多 就讲这个的时候呢 然后就是那边出现了 亚伯拉罕信上帝 神就算他为一 那个地方就出现了 十五章那个地方 那各位信是什么 我在讲第二个地方 各位好好听这个地方 信是其实啊 一个人 他什么条件都没有的时候 但是因为神说了 神应许了 必定赐福你 列邦万民 因你蒙福 我信 上帝我信 虽然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但是因为你与我同在了 你应许我 我信 所以跟从 所以这里要讲什么 一个人什么条件 都没有的时候 什么条件都没有 上帝拯救我 这个生命的时候 子三 我必定赐福你 接着你家庭福音化 地区福音化 世界福音化 然后你一些所有的 你放心 我会预备的 其实呢 一个人 有时候 哎呀 心心软弱 但是还是 最后呢 读书也是为了这个 建立家庭 还是为了这个 找配偶 也是为了这个 无论怎样 还是这个 虽然我现在 什么都看不到 你跟我讲的东西 太大了 我感觉有点空 但是呢 我信 上帝你所讲的 还是这样跟从 所以这个证明你的心 各位了解 你什么条件 都没有的时候 所以我跟各位说 一个人你知道 他真性是当 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看得最清楚 什么都得到 祷告什么都有 哈利路亚上帝 为你荣神一人建国 这是我一生的方向 你什么都有的时候 你讲这句话 感觉不到 都不能看到 你这真性嘛 对不对 所以我很看重的 我们弟兄姐妹 你在苦难当中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但是因为神说的是真实的 神是真实的 人是虚荒的 有时候很软弱的时候 还是来教会 很软弱的时候 还是翻开圣经 对不对 无论怎样 自己有需要 还是主要 我还是要寻找 一个跟我一样 一起信靠你的一个配偶 然后一起走 对不对 还是这个地方 很清晰的 这证明他里面 已经有上帝 放着的那个信 在他里面 我是尽量把这个地方 讲清楚 这是神所知的 你不要感觉你信 你在教会服事 五年十年 不代表你真性 各位 这个亚伯拉罕的奥秘 或者你的信很模糊 还没有搞清楚 第三 十七章 十七章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亚伯拉罕呢 他软弱了 他就跌倒的时候呢 他就跟这个下甲 伸出以示马列 所以过犯 软弱 在一个人的身上发生 信的人发生 但是很奇妙的 上帝在这个时候呢 重生 他的应许 亚伯拉罕 他再次出现的时候 亚伯拉罕马上怎样 亚伯拉罕不是逃避的 信的人是马上服服 主啊 我失败了 但是我完全的 依靠你 完全的信 你所讲的 所以 信的人不代表 不会软弱 我现在跟各位讲 但是神不是给你借口软弱 但是信的人 的确会软弱 的确有时候 信心不够的时候呢 走偏路有一点 有做了有一些事情 然后有一些后果 大会也是一样 对不对 但是很奇妙的 当神 重生 那个 那个重神 那个应许 告诉他的时候 亚伯拉罕 我要改你的名字 你从亚伯拉罕 要改名成 亚伯拉罕 多国之父 然后我跟你立约 为平均 所以亚伯拉罕 才是跟神立约 所以这个告诉我们 什么 真心的人是在 软弱当中 他软弱当中 怎样 他 转向神 再次顺服神 所以呢 有一个例子是会看得到 你是真心 当你软弱 跌倒 受管教 甚至遇到一些后果 有些人说 别去啦 上帝 上帝也不理解我 不理解我 好了 他这样 我也走 我走自己的路 就完了 但是有的人是 马上懊悔 懊悔 然后知道 再次这个地方 转向神 我告诉你 那就是 不是你的伟大 乃是你里面 已经有真心 已经发生 在你里面了 所以你才能够这样做的 然后最后是什么 上帝试验他 创世纪22章的时候 上帝试验他 把以撒 就是献上 然后圣经怎么说 在希伯来说 亚伯拉罕 信那个能叫死人 复活的上帝 对不对 所以呢 他去遵照神 所以这个地方是什么 上帝 信的人 上帝会试验他的 但是各位要知道 上帝试验 一个真心的人 并不是 并不是叫他跌倒 上帝试验他是 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叫他明白他的心肠 叫他能够明白 将来上帝自己 会把他的独身子拆来 然后完成那个 救恩的计划 各位理解吗 这个 所以我们真心的人 当你遇到神 神试验你的事情 神又是好像故意试验 主啊 为什么你试验我 我已经很顺服你了 我已经都在侍奉你 跟从你 为什么你试验我 其实那个试验是要把 弟兄姐妹 要把他什么 把他拯救万民的计划 要向你写明的东西 因为你要拯救万民 不是你单单懂 上帝要我拯救万民 你要得到神的心肠 神的心肠 所以有时你苦难当中 你领悟到 其实主啊 其实人真的很迷茫 人是受害的 所以你深发要拯救他们的心 所以每次牧师到中国去的时候 每次说 我们弟兄姐妹 知道大家很迷茫 有时候看 大家唱诗歌就流泪 这里没有 这里大家都很安逸 在大陆 人离开家人 离开孩子 有些十多年夫妇分开 为了谋生赚这么一点点钱 然后变成家庭破裂 孩子就是走偏 什么东西都发生 还不是为了赚一点点钱 然后这样的情况来认识主的 各位多破碎啊 我们无论怎样新加坡 走来忙一下 做工作到九点 埋怨一下 回家还可以看到孩子 看到家人 有时你不明白 那个民族的光景的时候 你就在当中 如果你真的体感 你真的要服侍这群民族 你会体感得到 所以每次我跟各位说 我一回来 每次师母说 牧师 你每次一回来 你就是讲新加坡多好 我们是多好 对 其实 各位真的 我跟各位说 你要去一个地方 要坐两个小时的车 你试试看 就是那种光景 但是我现在不是要讲这个东西 我现在要讲的是什么 这个阴性成立 亚伯拉罕信的那个表现是什么 他信的那个证据 所以用他的一生来讲一个奥秘 那各位 我们自己 从他信的那个表现 我们确认 原来我已经信 那感谢主 为你感谢 虽然你信心还是又嫩 上帝不会在你又嫩的时候 给你摩利亚山上的考验 对不对 但是呢 因为一直有信的证据 在你的生命里 所以感谢主 主在我们当中这样做 那现在还有多一个经文 要讲的是什么 第二点 那所以因信称义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 那现在呢 我们因着信 神算我们唯一的那个事情 这里继续又讲到一个 神算我们唯一 这里有一个动词 算唯一 我刚才说 我们一定要解释这个经文 神算我们唯一 是什么意思 五次 在这个四章三到八节 五次出现 Logic Jomai 算唯 这个 这个意思是什么 其实保罗在整个罗马书 其实很清晰的说明 有神在整个福音中 有显明神的义 他是按着公义 来称罪人唯一的那件事 为什么说按着公义 因为他自己的独生的爱子 还清那个罪债了 他的独生的爱子 还清 所以罪有人偿还了 之后呢 各位记得吗 我走之前 我一直说 连我们主耶稣去上十字架 连那个罗马兵丁也说 他真是一个义人 他真是一个义人 没有看过一个人 这样钉十字架 在上面的时候 就祝福人 祝福万民 拯救人 然后一点的苦毒里面都没有 他真是一个义人 所以按着公义 上帝的义是什么 把那无罪的来代替有罪的 然后呢 然后现在把这个义 归给 归给那些信的人身上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告诉我们 当上帝这样做的时候呢 上帝要说的是 神的义是白白赐下的 从恩典得着 不是用 也不是用信心来换取 不是用信心 所以没有 各位注意听 所以神的义要显明 第一 我这里快快说 没有任何 没有人任何肉身的条件 在里头 所以亚伯拉罕 这里说 第一节 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 所以没有肉体的条件 他的肉身 所以这个 没有任何肉身的条件 人不能自夸 然后第二呢 第二这里第三 第二节说 倘若亚伯拉罕 是因行为称义 所以没有人的行为在里面 就有可夸 只是在神面前 并无可夸 所以第二要讲的 不能靠人的行为 或者努力来赚取的 不能靠人的行为 努力来赚取 第四节也已经说了 你无论怎样做功 得公家 这个是不靠恩典的 这个绝对不够的 所以不能靠人的努力 第三要讲的是什么 神的义要讲的就是 叫人承认自己有罪 唯独信 那称罪人为义的神 这个就是在哪里 这里 这里就是说 第五节 唯有不做工的 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 他的信就算为义 各位主义 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 主题是哪里 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 主题是什么 主题是神 神是主角 他称罪人为义的 这个是主 他是主题 他的救恩 他的恩典是主题 所以我们是 仰望他的救恩 信他得救的 这个 理解吗 这里要讲 然后 第四是什么 神的义是临到谁 神的义是 归到谁身上 归到有福的人身上 有福 所以这里一直说 大卫说 责任是有福的 第七节 对不对 第八节 神不算为有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一直讲有福的 有福的 所以我们 我们会知道 当我们讲 一个人是有福的 这并不是他 做了什么来得的 有福的意思就是 神是赐福者 有一个先赐福他的 对不对 然后神赐福 神是先赐福于他 所以他才能 在这个义有份的 这个部分是比较 比较 各位听了之后 好像有点 doctrine 有点道理 但是这个部分 是很重要的 因为等一下 我会跟各位解释 你怎么应用 这个地方 比如说 这四个地方 没有任何人 肉身的条件 在神的义里面 没有任何人的肉身条件 没有任何人的 努力跟行为 然后唯独性 那个称罪人为义的 神 他是主角 他是自徒 所以以神为主 然后这个意思是什么 临到有福的人 所以我是有福的人 我的肢体是有福的人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你要应用这个的时候呢 我跟各位说 你怎么应用 就是 我们人都有一种 自夸之心 我们生来都有一种 自夸之心 有时候是我们 在人面前自夸 我们嘴巴真的讲出来 有时候是我们 自己隐藏的自夸 我们心中自夸 你心里面怎么自夸 当你看小旁边的人 这个人这样 没有修养 没有道德 没有学问 这个叫心里的自夸 但是外面说 你很好 你好好的 好像这样 外面是这样 对不对 但是里面有这样 所以人自夸之心都有的 好像讲很多东西 告诉人 我做了什么 我有什么 我去了哪里 去哪里旅行 但是各位要讲也可以 不然我这样讲的话 牧师讲我们自夸 他跟大家一起分享喜乐 但是人都有一种自夸 各位明白吗 就有一点快要自己 做了什么 有什么条件 这个是可能来自 如果像犹太人 他是一个民族 来自一个民族的优越之心 对不对 因为犹太人真的很高尚 很有学问道德 这方面 犹太人很聪明 或者是来自 你很近前 你在教会很近前 所以自夸之心的时候 这个东西一出来的时候 你要知道 这个是跟 因信称义的灵 跟神的义 敌对的 这个是跟神的义敌对的 所以我会告诉弟兄姐妹 我们当中越属灵的人是越谦卑的 越属灵的人是 就是 其实知道自己的罪 自己的不够 越属灵的人是这样的 条件 越好的人 是只有把那个条件用来荣耀主 还有什么 让我想一想 还有 越看到别人的软弱 有些人的眼睛很厉害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生来的一种敏感 很容易看到人的软弱 但是 得到神的义的人是 越 越怜悯人的 越为人带导的 各位理解吗 各位 你怎么知道 你享受了神的义在你的心里 你怎么知道 你享受了这个 这个因信称义的那个奥秘 在你的心里享受了 你会从几样东西会看到 你越属灵的时候 你越谦卑 对不对 你越有条件的时候 越不证明自己 只荣耀神 然后你越看到弟兄姐妹的软弱 或者家人的软弱的时候 你越怜悯他们 为他们带导 然后帮补他们 从这个地方就知道 你的心中对这个神的义 多认识了 所以真理 是我们用学术来理解 之后我们应用的时候 要通过这个心灵确认 我真的明白了神的义 不是人的条件 不是人的努力 唯有夸耀神 对不对 临到有福的人 那我的心灵里面是这样吗 我的心灵看人 看事情的时候是这样吗 各位这个就是你要确认的地方 所以罗马书如果没有这一块 就是这里全部是神学来的 那个阴性称义的神学 各位不用读太多 这些我已经帮你们读了 我已经读了之后 我也是头昏脑脏 这个东西要讲出来的话 我弟兄姐妹怎么能够明白 他们就是想不到的东西 但是所以我用心灵的东西 跟各位讲 讲这个地方 但是那个学术也重要 学术你明白 这个一二三四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是根基的东西 根基是我们汇均传到 读神学那些知识是很重要的 根基的东西要读完了 明白了 那个很正确 从这个地方确认出来 在你的心中 然后你用到 有时候你会软弱 一下子会有的 有时候忽然间论断人 会有的 并不是没有 因为学的东西是个perfection 可以完整的学习 但是你要确认用在心灵 你跟邪灵征战的 你跟你的肉体征战 没有这样容易 但是真理已经明白 然后一直往这个地方确认 有一天你的生命 你的心灵 你跟旁边的人关系 真的透过神的意来运行的 那是感谢赞美主 那另外这个地方呢 另外一个地方讲工价的东西 工价 各位这里顺便讲这个地方 我也这个部分很重要 工价 做工的得工价 所以做工的人 这里有两种账 对不对 一个是做工的 所以他把他的工价 记在账上 这个是第一种 用这个他账上所做的 来要还清一个代价 所以我们讲代价 你们都知道什么代价 罪的代价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还清不了的 还清不了的 那另外一个不做工的 我们因信称义的人 是不做工的 对不对 那不做工的 就是我们不努力的 但是我们只有信什么 这里说什么 我们只有信那个恩典 称罪人为义的 信那个恩典 那个偿还者 他为我偿还了 基督在施加 为我偿还 就信他的时候呢 信这个恩典 然后这个 以这个信来记在账上 所以他为我还了 所以我信这个的时候呢 我还清了这个代价 很奇妙对不对 其实第四章第五章 第四节第五节 应该是讲这个 应该是吧 慧君是不是 应该是这样 我就读了 读来读去是 是讲这个意思 但是这个地方 各位注意听我讲 各位注意听 现在在改革中里面 有一个字眼叫 叫归于 归于的义 归于人的义 这个叫 英文叫 imputed righteousness 改革中的翻译 把神算人为义 算你为义 算为义 这个叫credit righteousness 改革中翻译成 归于的义 imputed 各位懂 imputed的意思吗 最透过亚当的犯罪 这个犯罪 透过亚当的犯罪 最 最归于全人类 这个 sin imputed in the whole mankind 这个意思啊 透过亚当 他是透过基督的救赎 他的偿还 神的义 归于 所信的人 很奇妙啊 各位信是什么 信是什么 我在讲 信是必定 知罪悔改 知罪悔改 对不对 我们每次讲信的人 是一定有知罪悔改 领受神的救恩的 这个叫 这个叫信 所以 当 神 这个 神算你为义的意思啊 这个意思是什么 这个没有人的功德 为什么我们基督教 讲的这个东西是 所有宗教 跟我们相反的东西 因为所有的宗教 是要做功德 公价的 所有的宗教是 你自己要赚取 你要偿还你的罪债 那个代价 但是只有基督教 是 搞不清楚 所以我上一次讲 搞不清楚 有一个回教徒 我跟他传福音的时候 我的同事 对不对 怎么可能这个恩典 好像他为你死在十架上 然后他就做的那个 归在你身上 这个搞不清 好像人的逻辑不能理解 但是这个就是基督教 最基本 也最重要的那个地方 我给各位一个例子 比如说 如果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喜欢踢球 对不对 我一个小儿子 我说乐器 你今天晚上要踢球呢 你的房间很乱 你给我打理干净 房间干净了 晚上才能去踢球 那这个是我的命令了 对不对 那他 他就听了这个 他也知道了 但是他就 忽视我的话了 就忙 然后 没有打理房间 那我自己呢 却帮他打理了 把他房间打理干净 然后他就从学校回来 然后 就是 把时间荒废掉了 然后呢 晚上 糟糕 没有打理房间 所以他来到爸爸的面前 爸爸 对不起 我忘了 我接受那个后果 所以今天晚上 我不去踢球 但是我跟他说 孩子 没有错 今天早上我说 你的房间 打理干净了 你晚上才能去踢球 那你忘了打理了 我帮你打理了 现在你的房间 已经干净了 所以 我把这个干净的房间 归于你 记在你的帐上 记在什么 归于你的道歉 理解我的意思吗 把那个 干净的 因为我早上说 你房间没有打理干净 不能去踢球 但是现在呢 你已经 现在呢 你没有 你没有做 对不对 但是我做了 所以干净的房间 已经有了 所以干净 房间已经干净了 所以把这个干净的房间 归于 你的道歉 各位理解吗 归于你的悔改 你的道歉 所以你可以去踢球 各位听得懂这些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信仰的一个 那房间是谁打理的 不是他 是我 我不代价帮他打理的 但是我把 那个我所做的 我的功德 归到他的身上 归到什么他的身上 为什么能归到他的悔改 归到 所以这个就是信 信就是悔改 信就是知罪悔改 对不对 归给他 所以他有没有功德 其实他没有功德 他没有打理房间 是我打理的 所以我们在救恩里面 我们有没有功德 没有功德 是谁付代价 不是我 乃是上帝 我们基督付的代价 在十字架上 他付的那个代价 归于谁 那个义 成就了神的义之后 那个义归给谁 归给我 或者悔改的人 真信的人 归给我 这个叫 imputed righteousness 归于我的义 这个地方 明白吗 弟兄姐妹 这个是 我们基督教里面 其实 不合逻辑的逻辑 来的 罪不合逻辑的逻辑 也所有的宗教里面 没有办法理解 为什么你犯罪 然后另外一个人 死在十架上 然后他十架上 然后你变成无罪 你拥有神的义 这个 但是各位 你能信这个的人 有福了 所以耶和华 不算为有罪的 有福了 对 大卫是这样讲 在行为以外 对不对 在行为以外 神称为义的 这人是有福的 所以大卫 讲这个东西的时候 快点 我应该要讲完 这个部分 各位大卫 讲这个东西的时候 所以他说什么 他说 在行为以外 蒙神算为义的人 是有福的 他说 得赦免其过 遮盖其罪的 这里有两个字 一个是过 另外一个是罪 过是什么 过就是不法的意思 不法 我已经讲 那个不法的意思 就是说 离开神的一个准则 离开神的一个准则 然后最 这个原文的意思 哈玛提亚是不及格的意思 英文可以说 Mr. Mark 不及格 总是达不到神的水准 达不到 不及格 达不到神的水准 所以四人都亏欠了神的荣耀 无论怎样行善 做好 他们自己得荣耀 不能反射神的义 神的荣耀 所以 无论做得再好 你为全人类分烧你自己 你还打 还是达不到 那个不及格 还不是达不到神的水准 所以呢 就这样的缘故呢 基督为你们付上那个代价 所以在你们这信 他所做的 的人 神 把他的义 归给你 那是你死在十架上吗 你没有死 他死 但是 他归给你 接着你的信 把这个归给你 这是一个 所以我各位问 你明白这个东西之后啊 你的生命是怎样的 看自己的 真的蒙爱的生命来 对不对 我怎么能够论断我自己 我怎么常常能够定自己的罪 我怎么能够一点做不到 做不到好 行为不好的时候 我就挫折感 挫败感 这些都是我们 对十字架上归给我们的义 不明白 所以我们 今天我帮忙 我们所有弟兄姐妹 我们在神的救赎里面 我们恢复主的尊荣 第一尊荣 因为已经得到那个清白的地位 第二 恢复主 已经撑没我们唯一的那个自由喜乐 那个喜乐 这是两样东西 非常重要的 那所以下面 下面各位 我就快快读完 第九节这里说 如此看来 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离的人吗 这个福 这个福是加给有行为的人吗 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离的人吗 因我们所说 亚伯拉罕的信 就算为他的义了 是怎么算的呢 是在他受割离的时候呢 他就算为义吗 割离是一个形式 一个行为 或者也可以说人的努力 虔诚 是他有这个虔诚努力行为 就算为义吗 还是在他未受割离的时候呢 对不对 所以保罗这里一直问 不是在受割离的时候 乃是在未受割离的时候 感谢主啊 并且他受了割离的记号 做他未受割离的时候 因信称义的印记 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离 而信之人的父 未受割离而信之人是谁 是我们外邦人 我们没有受割离嘛 但是信了 然后 使我们也算为义 也又做受割离之人的父 就是犹太人 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离 并且按我们祖宗亚伯拉罕 未受割离而信之中计去行的人 所以受割离也不算什么 乃是按着亚伯拉罕的 那个信心的道路去行的人 所以犹太人 不是你生来犹太族 不是你生来在教会 生来牧师的孩子 张老的孩子就能得救 不是 所以这里很简单讲 这里保罗他就应用 讲了长篇大论之后 其实要应用这个东西 下面第四点全部放出来好吗 第四点 所以这个地方呢 要应用的时候呢 就三个基本的事实 我们应用就好 在应用的时候 把亚伯拉罕说为 他是做了受割离 与未受割离之人的父 第一 这个三个基本的事实 要说的就是第一 亚伯拉罕的割离呢 不是他被称义的理由 割离只是一个记号 或者一个印记 上帝更看重的是什么 圣灵的印记 圣灵的 人真信的那个生命 所以各位 总是要记住 行事不能取代生命的 生命是永远被高举的东西来的 生命是上帝 只有上帝能够被满足的 所以信是生命来的 因信了所以才能行出来 因信了才能顺服出来 但是呢 绝对不能用一个行事 一个行为来取代那个生命 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认识 在我们教会的关系之间 你虽然软弱 他虽然不够 他讲话好像总是伤害到我 但是我们都是因信成立 我们都是 其实我们在神面前是 我们都是有生命的人 所以因这个东西能够和睦 如果这样的话 感谢主 你的因信成立 不但你神学懂得很好 你应用得很好 应用得很好 这是很重要的 第二那亚伯拉罕是做了谁 做了那个信而受割离之人的父 这个就是犹太人 他也做了那为受割离之人而信之人的父 对不对 因为他在割离之前已经信了 上帝就因那个信称他为义了 所以这个是最重要 信是最重要的 在这个部分来讲 信是最重要的 所以上帝看了这个信穷的生命 过于一切 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会知道 所以我们都是一个的 在信的人合二为一的 第三是什么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不是受割离 跟未受割离之人的分歧人物 犹太人每次把他当作一个分歧人物 就是动不动拿亚伯拉罕出来 你有像我们亚伯拉罕这样好吗 你有像他这样束缚神吗 其实亚伯拉罕是两组人 两组吵架的人的那个会合点来的 会合人物 会合人物 为什么会合呢 因为他是强调信的人 是一家 但是犹太人是总是 你有没有割离 你没有割离就不是我家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基督信仰里面 信的人是一家 个性有不一样 做法一样 不一样 背景不一样 但是信的人是一家 所以亚伯拉罕是一个会合点 我跟各位说 在教会里面 我顺便讲这个东西 每次我们强调 我们强调 事件 强调行为 强调行事 或者强调事奉 你一强调这个分歧就来了 很奇妙的 不懂为什么 各位有没有发现 一强调事奉 你的事奉 我的事奉 我们的事奉不一样 一强调个性 这个人的个性好 那个人的个性我不喜欢 就分起来 你是姐妹 所以你很主观 我是弟兄 我是弟兄 我不跟你讲话 所以姐妹跟弟兄又分起来了 所以呢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些人的东西都是分歧点来的 但是一强调性 强调生命 就能够汇合在一起 融合在一起 各位有没有发现 所以教会弟兄姐妹是 我们常常在这个性方面 我们会要明白 怎么应用 所以最后第三点 各位我讲完这个部分 第三点 所以我要应用的时候 我给各位两方面来思想 这个因性称义是 必定带来 我们与基督合一 跟与肢体合一 这个两个 我简略讲就好了 如果我们都是 因性称义的人 各位你问 你的心里面现在 你有三方面 你问你心里面现在 你怎么因性称义的意思 就是你接着性 跟神的义合一了 也可以说你跟基督合一了 所以为什么这个因性称义 是能够叫你跟基督合一呢 你怎么跟基督合一呢 这个部分 有一些牧师抓住痕迹 是因为很重要的 这个是首先第一 这个三样都放出来好吗 三样都放出来 首先第一各位 如果我们说 主啊我荣耀你 你的心里要能够完整的荣耀基督 那你要知道 你荣耀的这个基督是怎样的基督 这个基督是你所有你做不到的 他都代替你做的 你生来是不顺服神的 随即一行的 这位基督呢替代你来到地上 33年 他每一个的行为 每一个的心思意念 都是顺服父神的 所以他替代你顺服了 各位理解这个替代的奥秘吗 你是应该死的 但是呢 他替代你死在十架上了 所以我们什么都没有做 但是都是他替代了 我们从来没有满足神 但是他替代我们满足神 我们从来没有办法达到神的义 但是他替代我们 就是达到神的义 那个地方 所以这位主呢 我们每次说 主啊我们赞美你 所以整个的福音是指向基督 指向他 我们赞美荣耀基督不是用嘴巴 就是你的心灵里面呢 因为看到他的替代 有他的荣耀 所以应信他而活 今天是应信他而活 所以呢 第二 当一个人他要 现在他已经信了耶稣了 他信了耶稣呢 他要 他舍己 他要舍己 背起十架 舍己跟从主的时候呢 各位 他舍己跟从主是怎么来呢 因为这个人有罪性 对不对 他是接着信 接着信 基督的性情在他里面 产生爱人的生命 产生那个舍己的精神 因信 各位理解吗 你接着信 你领受了基督 基督的性情 马上在你里面动起来 所以菲利比书那个地方说 神在我们里面运行 使我们立志行事 成就他的美意 神怎么在我里面运行呢 当我信的时候 我信的时候 他的性情在我里面 如果我没有信的时候 我是我 我是要保护自己 我是要追求自己的利益 但是我信的时候呢 我没有办法再讨厌我的肢体 我没有办法再恨人 没有办法 虽然我的情感有时候 很痛苦 很受伤 但是呢 因为这个信的生命 在我里面动起来 这个就是主的性情 在我里面运行 叫我不得不要赦免人 叫我不得不要爱人 传福音 对不对 这个性的奥秘来的 所以这个性是一个生命来的 是一个神的生命 流进你的里面 然后在你里面动工 所以我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他而活 因信他而活 有些人我是很讨厌 但是因信他的时候呢 很奇妙的 他的性情在我里面 叫我没有办法再讨厌 我要怜悯 叫我爱 所以我说不得不顺服 不得不顺服 我里面没有良善 上帝啊 我里面一点良善都没有 我要做做不到 离之行善 有的我 行出来有不得我 但是我信的时候 圣灵为我代求 对不对 在我里面 就是按着神的旨意代求 释放我 给我能力 叫我 无论面对这样的情况 我有这个能力 能够走下去 不得不顺服 所以保罗说 我甘心也好 我去传福音 不甘心 责任已经交付我了 因为已经信的人 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 因为这个传福音 要把福音带到 万民的那个上帝的 他的心意在我里面 动我 叫我不得不做 不得不做 各位理解 这个奥秘吗 所以因信领受呢 我们基督徒是因信领受 宗教是做 不管你什么做 我们因信感动不一样 因信对不对 因信被责备 因信感恩对不对 看到一切都好 因信得释放 这个因信称义的 跟基督联合的奥秘 就是这个地方比较难一点 罗马书只有这个地方 第四章第五章比较难 第六章第七章难一点 没有这样 第八章 看你怎么讲 难不难 各位看 第九章是一个奥秘 第九章到十一章 是一个奥秘 上帝的前选 所以慢慢读 慢慢读 回去再读 然后 那么这个因信的人 有没有软弱 就是一定会有 对不对 所以这个软弱 软弱者怎样 他怎么面对自己的软弱 回到 他是启蒙之爱 他的启蒙之爱的根基 他启蒙之爱 他的生命里 回到这个根基来 看自己 然后他回复的是 亚伯拉罕的心 伏伏在神的面前 总是伏伏 总是寻求 上帝是过去 上帝是 上帝是万事互相效力带领 叫爱神的人得意出 所以人软弱之后 从你软弱点 那个地方 你学这个因信称义的父 亚伯拉罕信心之父的 他的做法 他的呼求神 你就会得着 主的怜悯 然后前面你会发现 原来他的软弱 后面你发现 亚伯拉罕的软弱 都是成就了神的美意 神在他身上 美好的计划 所以这个信心之父 他的道路 其实是一个 很伟大的道路来的 如果一个人 他真的生来 他是一个罪人 但是这样被神呼召 因信称义 然后因信 然后时常来到神的面前 也认识这位爱他 称他为义的神 来与他交通 这样的人成为什么 亚伯拉罕被称为 不但信心之父 他被称为上帝的 诸约的领受者 上帝的朋友 所以我做什么 我不能隐瞒亚伯拉罕 上帝这样说 对不对 我必定跟他说 所以因信而活的人 他的生命是 天天会听到 主向他显明的 甚至神要审判 所多玛尔摩拉的 这样的事情 来到的时候 也向他说 对不对 因为他是神的朋友 神不向他隐瞒 不向他隐藏 今天很多人 听不到神的声音 因为神向他们隐藏 为什么神向他们隐藏呢 因为他们的信仰 不是在性方面不清解 这个方面 有一点误区误导的地方 最后呢 因信称义呢 叫我们与众志体合一 这个我两句话就讲完了 各位 我这样说吧 各位自己读这个地方 但是我这么说 我们是被一个圣灵所爱 也被一样的圣灵 谴责教训 所以 我们被一样的圣灵爱了 圣灵爱他 也爱我 爱我们这里 一百个人 圣灵也爱我 那一百个人相处在一起的时候呢 有时候呢 有摩擦 有过错 所以呢 有些人说 我很受伤 我很委屈 为什么他这么好 他没有事 那他伤害了我 那时候他没有问题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被一样的圣灵教训 如果你受伤 一样的圣灵爱你们 一样的圣灵就是 现在你受伤 他很好 这个是你怎么知道 如果你的受伤里面 圣灵没有责备他 你怎么知道呢 所以都是因信称义的人 在一起成为一个关系的时候呢 有时候呢 牧师不理解你们的时候呢 牧师对我很硬 牧师对我就是不理解 我的处境的时候呢 你心里面有这样的怨气的时候呢 但是 主啊 但是我仰望你 我知道你爱 你爱我们 你也在我们当中运行 那你带着这个心的时候 牧师会被上帝谴责 上帝会牵责 你这个人啊 你这样的对你 不对的 主 明白了 各位理解吗 这是一样的圣灵爱我们 一样的圣灵 一样的圣灵的牵责 也在我们当中 各位了解吗 这个是一个原理 也是上帝 现在在我们当中 他这样的运行 带领我们的关系 另外 另外 刚才是讲肢体 现在呢 另外 因信 我们得着主的心肠 被主拆牌 所以我们因信 所得的意 是叫我们 不能只有关注自己的情况跟问题 乃是什么 乃是我们在这个问题 挣扎当中 也是要传福音做见证 所以因信的人 是不能让自己的信仰 留在 我等候一个苦难 这个苦难你解决了 我才服侍你 不然我在这个地方停住 我不管 不走 各位 这个不是因信的表现 因信的表现是主啊 在我拯救灵魂当中 你会向我显明 在我继续为这个时代祷告 向亚伯拉罕 为索多玛 俄摩拉 为义人祷告的时候呢 主向他 他得到主的心肠 越来越得到主的心肠的时候呢 主越来越像 把他的心肠 美意向他显明 所以他的生命是进展性的 进展性的 各位 隐形成体不是死的 一个东西来的 隐形成体是叫我们 跟神基督合一 跟我们的众子体合一 也拆派我们 不得不要传福音 不得不要传福音 在传福音当中 我们看见万事互相效率 主的供应 主的预备 这么清晰地向我们写明 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信息 他是回去复习 我们小组的时候 我们在祷告 很重要是 这个因性成义的大观念 要确认到你的心灵里面 然后应用在你跟旁边的人的关系 你教育孩子各方面 看待家人的那个眼光 都从这个地方出发 我们的本性呢 是不许可我们这样做的 各位知道你是跟你的本性争战的 你的本性是一直要看功德 看好坏 看成败 对不对 看是非 你的本性 因为你吃了善恶果 但是我跟各位说 当神的真理启示的时候呢 其实圣灵的能力是更大的 如果你寻求 然后在寻求当中 你确认 确信 把它存在心里 这个的能力呢 是比整个宇宙万有的能力更大的 这个是神的话本身啊 所以神祝福各位啊 有些人是 信仰师一祷告就蒙引云 有些人是 祷告了总是看不到 跟他信仰那个启蒙的 有一些信念有关系的 你不能逼自己喜乐 但是你能够在这个信仰启蒙的 这个根基上 你打好之后 自然你思想出来的东西是喜乐 你讲话出来的时候 是给人力量的话 对不对 这是我最后祝福各位的话 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今天 主你用你的道教关我们 使我们在因性成义的世上 我们有牢记在心 也能够确认 有清晰 求主向我们显明 主你的圣灵无限的感动 感动我们众弟兄姐妹 也我们在听了道之后 实践方面 求主特别的帮助我们 我们感谢你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阿们 着想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